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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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午安 好快喔 我們又見面了 這是我們第三次見面 那講解感動了 就是 之前有看到的 好像也有出現了 好 那好像有多了一些 有一些老师还带小朋友一起过来 好 太感动了 各位有校长那边 来自校长那边的压力吗 应该没有啦 好好好 OK 其实我本来跟那个国庆老师说 只要有十个人 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交流 我就已经很感动 讲不到超过十个还蛮多的 好 那今天呢 第三个单程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的 诶 各位还记得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题目是什么 凌尼实在 啊 有人走错教室了 啊 有人走错教室了 今天好像不是在谈明文时代 今天好像是在講什麼 在講什麼 然後呢 過多軟件 過多靠件 各位這是什麼東西呢 首先呢我先問一下各位老師們 老師有沒有在用BiFast 有在用BiFast老師可不可以去一下手 OKOK好謝謝 很多方法 這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我去別的學校問老師有沒有在用BiFast 很多人真的可能還沒有去過BiFast 一位對大家而言比較熟悉的是 iBiFast 那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BiFast 當然不是單純的BiFast 是跟各位介紹說 BiFast上面有很多非常棒的擴充套件 那這些擴充套件呢 它的英文叫Add on 所以才會更多用Add on 這個單字然後來做一點開頭 那我不曉得各位老師你們 平常在用電腦的時候 應該是用BevGo吧 如果你是用BevGo的話 那綠色的BevGo 因為BevGo上一次的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版本是 好像是幾年前 好像幾個月前 就是去年的暑假 我們看它出來 然後那個時候的BiFast 它的版本才三點多 所以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我先跟各位老師們 我們先確認一下版本 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不好意思 3 2 1 各位老師如果你要檢查一個軟體 它的版本 因為我發覺我們今天教室每個人的版本不太一樣 為了避免待會上課的時候 那個差異太大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把這個版本再確認一下 好的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每一個軟體 你開啟這個BiFast 開啟之後 這不是有所謂的說明嗎 那說明裡頭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關於BiFast 每一個軟體都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到說 我目前是什麼樣的版本 好 那我們 目前呢 各位可以看到 預設的安裝起來的是11.0 我可以跟各位老師們確認一下 你們現在電腦的位置上面 BiFast是哪個版本嗎 我把畫面支援做一下線盤 收音盤 可以嗎 我們先確認一下 我們有安裝這個軟體 然後呢 我們再來確認一下它的版本 其實老師 我們現在如果去網路上面 7.7.0 7.1 好 7.1 OK 好 那這樣好 我們剛好八個國學老師一起把它做一些生意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又剛好 可以用這個時候 來做一個認識喔 我先 再切換一下畫面 不好意思 3.2.1 其實你會發現喔 他們最近這個版本改變非常非常的快喔 其實他們 我昨天才跟BiFast的 我們的志工朋友 見面 然後我們剛好聊了一下 他的電腦現在已經裝的是13分 好 就是說 他們最近推出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喔 而且喔 各位 Mosita 是一個公司喔 那這家公司已經在台灣成立了 好 他們的辦公室就在101 大樓附近 也是非常高檔的辦公室 因為剛好前幾天去他們辦公室 那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是 大家都會發現 自由軟體它背後 自由軟體都不用錢 那這些在做自由軟體不算 所以你會發現了 除了有些基金會之外 也有些東西的成立 然後讓這個 BiFast 一個好發展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要讓各位的EasyGo 申請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老師你是用Windows的使用者 你直接下載Windows吧 然後直接快點點下 安裝安裝 就可以了 那老師如果你是EasyGo的使用者呢 跟老師的分享喔 事實上呢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 EasyGo呢 它的作業系統它不是Windows的作業系統 所以 你會發現到 它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它有所謂的軟體中心 欸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Windows的世界裡面 我們安裝軟體 我們都是怎麼裝的 我們是不是都是 呃 大家是不是都是 下載那個軟體 然後 快點點下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 那如果需要打序號呢 我們就要再去找序號了 對不對 好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如果老師們現在有在拿 智慧型手機的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還需要 你用手機喔 智慧型手機安裝 還有下等下來 然後快點檔下來 還有下一步下一步嗎 不用吧 各位有沒有聽過APP Store 有喔 我跟各位講 EasyGo如果你好幾年前 就開始問EasyGo 你會發現 你自由軟體 早就有類似APP Store 這樣的東西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我們目前呢 還有多少可以用 33370的下面可以用 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Ipass 它當然是在網際網路裡面 當然喔 網際網路裡面 它有非常多的軟體可以啟動 可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這樣子選擇很難找到喔 我大概講 我們都是從根目錄 去找到我們要的軟體 那請教授會介紹的是PiFast 你就發現到 我們在這邊一點 你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資訊 有沒有 事實上你可以透過這裡 你就可以把最新版本的PiFast 把它裝起來了 各位老師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也介紹各位老師的認識一下 因為我們EasyGo 這個軟體是改字於Ubuntu 那這是一個 反正你都可以想像 這也是一個計畫 自由軟體好處是 任何人都可以把它客製化 都改一個名字 那我們就是把 人家這個Ubuntu 改一改之後 然後我們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EasyGo 各位了解喔 好 那除了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安裝之外 另外 這邊要安裝有一個缺點 你可能看不太出來說 我目前是什麼版本 然後我要安裝成什麼版本 所以跟各位介紹一下 除了軟體公司之外 再跟各位介紹 在系統裡面的管理 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 套件管理程式 安裝移除升級套件用的 也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Windows的世界 我們都說 欸軟體軟體 安裝什麼軟體 就這樣子 但是在Linux的世界 你會多認識一個名字 叫做套件 好 那我們來認識一下 安裝套件管理程式有沒有 可一點 欸國賢老師 我們教室裡面 每一台電腦是指的密碼 對對對 我們教室裡面的密碼 全部都MOE 全部都MOE 帳給DDS 所以你先那個 你先等一下再講密碼 好 因為我想要幹對 就大家一起升級 對 因為我們已經是7文 好 那各位打上了密碼之後 你們就可以進來了 其實這個觀點 類似像的 我正在使用MZ 所以要用我的帳號密碼 然後呢 我剛剛說 我們那個軟體 FIR1 FOX 好 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用這個套件管理程式的好處是 你可以看到 你現在裝的是什麼版本 它會告訴你喔 我們現在最新的版本是哪一個 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 自由軟體被要放的一件事請示 那我現在呢 你看 也安裝的是11 那它最新的幫我準備好的也是11 換句話說 我現在已經是在我這個環境裡面是最新的了 各位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很感動的事情嗎 就是說 你不用東找西找 在電腦裡面已經都幫你整理好了 如果你有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老師呢 沒有錯 它就像在使用智慧型手機一樣 有新的版本它會提醒你 好 老師要解我的意思喔 那我把畫面切完給各位 那記得喔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未來你要安裝新的軟體 我建議各位這樣 如果你要裝新的軟體 你可以到這裡來裝 但跟這裡來裝是一種方法之外 那如果你已經有裝了 你要確定說 它到底版本 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建議各位 到系統裡面的管理 管理裡面的套件管理程式 可以嗎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常用一些軟體 我就可以做一些更新了 好 好 然後 打上FI 然後 打完之後 혁智 Init 這一個地方 點左鍵 它就會問你 要邀請為安裝還是怎麼樣 因為 我已經裝過了 所以它問我要再重裝嗎 還是如何 有沒有看到很清楚 好 畫面希望你各位老師 老師 不好意思 還是要控制你一下 你們不能裝軟體 這是自己夠安全的地方 在這間教室 學生是沒辦法做怪的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權限 我們的學生使用者沒有權限 所以你現在的17點比1對不對 那就請老師按這一個 按登珠 按登珠 登珠之後 改成Teacher這個位 這位使用者 這位使用者是有權限的 密碼很簡單 文德國小的同量 WDPS WDPS 按登錄 這個時候你看到17點這個就是有權限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使用套件管理程式 他的密碼一樣 再講一次 WDPS 就文德國小的同量 四個英文單字 各位老師 如果文德老師在教室的話 你們的那個密碼是MTBC 我有講過 這次行政會議我會再講一次 一樣去錄FIR FOX 這樣就可以從7點多 7點多升級到12點多 這樣可以嗎 建議你這兩個要打勾 有一個LocoTH Hand 這個是中文語氣 這個沒打勾都要有國務裝 所以也怕是英文版 大概是這樣 好 畫面環節可以操作啦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就比較熟了 老師就幫忙一下 有問題 舉個手 沒關係 各位介紹一下有關這個軟體呢 它的附加元件 那附加元件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你等一下工具裡面就會有所謂的附加元件 附加元件有多少你知道嗎 其實你光是看這個 哇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類別 你看它的分類 這個分類裡面有沒有看到 哇 什麼新聞部落可德啦 下載管理啦 護警啦 什麼分別增強 什麼書籤啦 網路開發 各位你知道嗎 如果你去搜尋一下的時候 你再往下看 各位 你看到總共有376頁 那目前顯示1到20頁 總共有7510頁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這裡面呢 我們看到的擴充元件有好幾萬個人 就好像老師你拿到那個智慧型手機 你APP store裡面有好幾萬個的問題 天啊 沒有人告訴你 你可能很難一個一個把它打開來試吧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希望透過今天的交流 然後呢 未來我更希望 比如說我今天跟各位推薦幾個我常用的 我覺得不錯在學到應用上面 老師在備課啊 或各項應用 很棒的一些擴充套件之外 未來老師要是有發現其他的 你看 每一個人如果找到了一個 我們今天有20幾位老師 我們就有20幾個 通通道件可以來做分享跟交流 對吧 好 那 你看喔 如果你有在使用智慧手機 熟悉一些老師 你一定是跟你朋友說 欸 我跟你講哪一個好用 那大家是不是把那個關鍵字打上去 對吧 當然我也可以這麼做 我跟各位講哪一個好用 各位就直接關鍵字打上去 然後就開始找了 好 那各位 比如說 現在有很多老師呢 想要做跟那個 好 跟下載有關的 這邊有看到download 好 我只要找跟download有關的 當然喔 我打上關鍵字 它就會顯示出一大堆 什麼download什麼download 各位夠多了吧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那到底哪一個好用 一個一個試的話還蠻辛苦的 所以各位 你知道嗎 我們單位喔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負責這個計畫嗎 我們這個計畫有做了一件事情嗎 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在我們的網站的首頁 卷軸卷下來 老師有沒有看到 欸 OSAK推薦大家 為什麼要BIPA怎麼樣 那事實上這也是BIPA 他本身提供的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你點了這裡 然後呢點了這裡之後 欸 各位有發現 哇 這邊又跟你講說 這是自由開放安全放心啊等等的 最後呢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 我OSAK推薦給大家的附加元件 就好比說 欸我推薦給大家哪些APP好用喔 各位我們這邊推薦了很多的附加元件喔 怎麼看起來都有三個啊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 顯示所有的推薦有沒有 把這裡打勾 各位 看到了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推薦給大家的各項目喔 欸勾勾了吧 那這些呢 也是我個人 呃 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會在使用 二方面呢 也是到處收集來的 可以嗎 所以各位 各位為什麼我有把握一節課 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快速的就會再介紹 因為老師你只要找到這一面 勾勾勾勾勾勾勾 然後呢 把它收起來就好了 也就是說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 哪一個藥裝 你只要把它點到 喔 越路安裝清單 其實你只要把這些都打勾 你們發現 哪幾藥都打勾 但是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 老師你一不曉得說 到底要不要勾 嗯 我覺得老師我們全部都把它勾 可以嗎 應該可以啦 好 那我就全部把它打勾 好了 那我待會再一一的介紹 你看喔 它的好處就是 原來我可以把 當然 我待會後一一跟各位介紹 啊這個是做什麼 這個是做什麼 這個是做什麼 可以嗎 那我們就把這些的全部都把它打勾 把它裝起來 那 各位裝起來之後 如果他說 不支援你的系統 他就不要裝 如果他可以裝的 他會顯示可以裝 各位老師要解個意思 每一個都勾 每一個都勾 每次你已經有裝過了 也沒有關係 你就按一下 立刻安裝 那電腦就會幫你處理 對 可以嗎 那我現在呢 就跟各位介紹這件事情 那你有沒有發現 還蠻簡單的 你只要找到哪邊 就可以看到了 各位看到了吧 各位應該 應該有看過我們的網站嗎 這個網站 歐沙克這個 效應自由軟體的計畫 在這個網站裡面 捲軸捲到最下面 你有沒有看到 歐沙克告訴你 為什麼要用 發安法 那在這裡呢 就有推薦的 附加元件 請各位把這個 顯示所有元件打勾 你就會看到 我們推薦了什麼 給大家 那各位老師你看喔 在這邊 在這邊 這麼做的好處是 你只要一打勾 然後呢 捲軸捲到下面 按立刻安裝 就可以裝起來了 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好 畫面希望各位 所以你也可以把這個網頁呢 推薦給你的朋友 好 那這個網頁好處是 Windows底下也可以用喔 對 好 它在Windows底下 一樣 只要是使用BiFarce 都可以這麼做 好 直接來活用了 先切換一下畫面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 3 2 1 好 各位 3 1 好 各位注意喔 其實我們剛剛呢 是前次作業嘛 真正精彩的是這個時候 不是我精彩 不是他這個軟體 理念的東西 太棒了 我接下來呢 就是要你一個 一個老師 只要去做 就讓他背課 這件事情 來跟各位分享 他的相應喔 好 那當然喔 我今天跟各位推薦這些 都是我自己 所以我很感動 為什麼我用了BiFarce之後 就 沒有再使用IE 最主要就是我接下來 跟各位介紹的 老師 特別注意 為什麼我會推薦各位 這幾個軟體呢 待會我的介紹 就從頭介紹下來 可以嗎 好 那所以你們回去也很容易去理解 那其實這兩個 EasyDrapeGo跟QuadeDrain 這兩個是一樣的 都是跟波音有關的 好 那為什麼會寫兩個 因為 EasyDrapeGo 這個升級到新的版本 的時候 安裝上面可能會有些問題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這兩個是相通的 這個是做什麼用的呢 好 各位老師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假設呢 我現在呢 好 假設我到國語之道好了 好 今天來看一下 在學生讀報教育 我們來讀一下 讀報的美洲精選 好 我就點一下美洲精選的文章 OK 像學生喔 他在看一些文章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欸有可能 看不太懂 那這個字怎麼唸 對吧 然後呢 這個字 它的造詞啊 什麼 有沒有什麼樣的翻譯 你看我們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比如說 瘦肉精 然後呢 Ctrl C 跑過複製嘛 或者是有人學生按右鍵 有人學生可能 按了右鍵之後 然後呢 再去 開一個頁面 去找那個什麼 呃 圍基百科 假設 我要去圍基百科 拿瘦肉精 好 看 圍基 來 四顆 我現在的示範是 如果我是Windows 以前還沒有在用Fightbox 我是這麼做的 我是不知道圍基百科 然後呢 再把我剛剛複製的齁 貼過來 好 Ctrl B 來看一下 好 Ctrl B 瘦肉精 當然 沒有 好 有有有 這邊相關的介紹 對不對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 我用來了解 什麼叫做 呃 什麼叫 假設這個英文字 這個字怎麼唸啊 我有好學吧 我是學生 我有好學 我覺得 我引發了我的興趣 我想要知道說 那這個又是什麼東西 各位是不是又要再複製 Ctrl C 這個我要到哪邊去查 這個字怎麼唸 該不會是奇魔翻譯吧 各位必可要到奇魔翻譯 好 這個時候你看喔 一般的做法就叫奇魔翻譯 各位你看 我就打上 奇魔 翻譯 或是青魔字典 OK 到這個地方 青魔字典 然後呢 再把那個字 再把它貼進來 哇 各位 有了 找到了 有了 這樣的學生我們很值得 鼓勵得到 他很清楚啊 什麼東西要到哪邊去查 有沒有更快一點的 這就是我接下來 要跟各位介紹的這個計較 因為你看這個名字 Easy Dress Go 用拖曳手勢 更容易的在新分頁打開連結 搜尋文字或儲存成片 馬上示範給各位老師們看 剛剛我在做這件事情 搭配什麼呢 搭配這個 有沒有看到 奇魔翻譯 如果我今天要到維基百科 我就選維基百科 然後呢 各位重點來了 我是把我的搜尋引擎做選擇 我今天呢 如果我要找到的是 呃 舉個例子 那個行政院 我把它選取 各位 你只要接下來呢 拖曳 拖曳 放掉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自動就在維基百科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很快 我透過行政院這裡 我要去了解 欸 那行政院英語怎麼說啊 英語怎麼說 欸 我剛好預設的 我就有裝的 奇魔的字典 有沒有看到 奇魔字典 欸 這邊沒有裝喔 好 沒關係 各位 如果我們要的東西 這邊沒有裝 那怎麼辦 各位這邊好像沒有奇魔字典 對不對 有嗎 那只是八音而已 但是這邊沒有英語的 我想要行政院 行政院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英語怎麼講吧 那怎麼辦 這邊也沒有可以搜尋啊 各位 各位 可是不要忘了 我們剛剛不是 在這個地方 可以搜尋嗎 我是 好 接下來又是感動的時刻 各位老師你知道嗎 Findbox有個非常棒的功能 你只要有任何的網頁 有要做搜尋的 你知道對它按右鍵嗎 對 各位 這一行英文字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懂 add to search bar 什麼是search bar 這裡就是search bar 問一下大家 我現在的search bar 有沒有奇魔字典 好像沒有對不對 那你注意看喔 以後 任何你要把它放入search bar 你只要對它按右鍵 那這個過游道鍵 我剛剛已經 各位剛剛已經裝了 所以按下去 好 那就叫做奇魔字典好了 好不好 可以嗎 各位 按一下確定 好 再試一次 剛剛行政院這裡 那我這邊是不是有奇魔字典了 欸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進來了 各位老師 下次齁 老師英文 跟我要 隨時都要查的人齁 拖曳 放進去 有沒有看到 字典出現 好 看過的表情一點感動也沒有 好 各位 欸你們知道我剛剛在進入嗎 是傻眼 是傻眼 剛剛 你們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各位知道了 就是我只不過是把我要的字 選一下拖曳 你看我現在是英語翻譯的 比如說 各位你可以看到 呃 在這個地方 好吧 內閣 好 內閣 內閣 那英文怎麼說 我就把這個字選起來了對不對 選起來之後 因為我現在這個已經是翻譯的狀態了 所以我只要拖曳 放掉 所以有沒有看到旁邊 內閣 Telmate 哇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齁 那如果說 這個 剛剛我在做這件事情 我要改成什麼 欸 教育部有沒有 從編國語詞典啊 或者成語的字典 假設啦 行政機關 假設 我要把它轉換成 它這個是舊的 它好像壞掉了 你看 沒有關係 你看喔 我這邊示範給大家看 比如說 行政機關 好吧 對小朋友應該是 欸 國家 我把它丟過來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好像是壞掉了 壞掉了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知道 它之前已經改成 教育部它這個已經改了 你看 教育部從編國語詞典修定本 再把它 看一下 教育部從編國語詞典修定本 只要有看到搜尋都可以做啦 好 教育部從編國語的 有什麼樣子 好 如果你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 任何 你平常會需要用到搜尋的 你都可以怎麼樣 把它找到 然後對那個搜尋的畫面按右鍵 教育部重編過一次 對對對對 我現在要用Google 我們把它找到它 不好意思 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修訂過了 我們要的是在這邊查 按右鍵 Add to search bar 好 有沒有看到 好嗎 這次舉站很好 還是要確定 各位你看我這邊是不是已經有人 它重新改變了蟲 有沒有 剛剛我這個要搜尋 好像沒有找到 沒關係 各位這次再來一次 教出小朋友 憲法 憲法 多益 我現在已經是教育 這個我把它拿掉了 各位教會部導 有沒有看到 憲法 我拉過去 它就會告訴你 在這邊告訴你 憲法什麼 各位幫忙清楚 有吧 憲法的英文怎麼說 憲法 好 我這邊是要把它改一下 呃 勤募字典 那個勤募字典 各位 多益 有沒有看到 勤募字典告訴我 憲法 你們怎麼說 很方便 方便希望給各位老師 試試看 各位有沒有發現 哇 原來搜尋這樣才聰明吧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你直接用多益了就可以搞定啊 好 所以我相信各位老師可以看到 我剛剛呢 最主要用到的 我這次像 EasyBandgo 搭配所謂的搜尋引擎 那搜尋引擎 到底上面有多少東西可以放 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老師 未來 不管哪個網頁 你只要有搜尋功能的網頁 你對那個搜尋框 按右鍵 S主 Searchbar 你就可以有這樣的功能了 那一共你一做切換 你就可以做選擇了 那一共你一做切換 你就可以做選擇了 那一共你一做切換 你就可以做選擇了 欸 只是有興趣的 我一點就不見了 你看 一點進去就不見了 欸 一點進去就不見了 對啊 一點進去就不見了 對啊 對啊 欸 只是一點進去就不見了 不知道要在選擇 他們只要 那一共你一做整個 有辦法進去就不見了 然後啊 進去就不見了 好 你這樣是幫忙 你上去 有沒有成功 三個人 一切 ети 那麼 不好 然後咧 每一個 難度分數 那他不確定 對 那波波 我們版本有一個很優勢不能用 第二個有沒有看到end to search bar 因為你們剛剛有裝備的嘛 所以難怪我只要未來 老師你比如說你常常到購物網站 購物網站也常常會需要搜尋嘛 你只要對待搜尋方案右鍵 你就會丟在那個地方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懶人專用的 這個就是滑鼠的手勢 那這個各位已經裝了 那我就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其實所有的擴充套件 你只要裝過了之後 裝過了之後 你都可以在工具裡面的附加元件 知道你的電腦到底裝了哪一些 那這裡面都會有一些設定 比如說FireCasture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偏靠設定 它這個地方 它這個是手勢的對應 有你要回到上一頁你就往右 你要下一頁往左 那重新載入 那這邊都有各種手勢 你可以自己 你的手看要怎麼畫 你只要按在這裡 它就會幫你有所設定 那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那這個 這個比較不是那麼的重要 但是 我們常常有沒有 在點一些網頁 哇 點下去之後 是不是點到了下一頁了 欸 那點到了下一頁之後 我現在 我要上一頁呢 各位 我們是不是通常會跑來這邊按 有的人呢 連這一段呢 都懶得一過去有沒有 你只要按右鍵 往左邊一掃 往右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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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鍵 左掃右掃 就上一頁下一頁 有沒有更簡單 你看 科技總是來自於惰性有沒有 因為你很懶得做什麼事情 那那些高手跟我的差別是 高手知道怎麼把它實現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很簡單 你們試試看 你們現在上一頁下一頁 有沒有左右用右鍵拉的時候 因為你有抓的 馬上是不是就有看到反應了 有沒有 你不用再去按上一頁下一頁了 那當然那一頁還有很多 右鍵的鍵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有沒有 你現在點進去之後 你按右鍵 往左邊一掃 是不是就回到上一頁了 那往 往右邊一拖曳 記得喔 按右鍵拖曳 不是按左鍵拖曳喔 那個 那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的 來了一鍵的 你不要再去按這樣 看他剛剛全不會是 他剛剛全不會是 就是 所以是 有 然後點進去 我一個連結 一邊 沒有 好 那 不然 我們明明就需要 來 我們也有這頁 一個 所以 我們有 下一個 在下一個 有 有 西村雅作词 杨茜茜 西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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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很多人在喔就把自己有看到效果 OKOK 各位裡面有非常多的懶人劍喔 各位可以在好好的探索一下 好好好 那這個懶人劍我們用花太多時間 這個點到為止 OK好 各位最重要的東西我們要在這十分鐘內 跟各位做介紹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不好意思 三二一 不好意思喔 各位老師記得喔 我們剛剛介紹的File跟Cure這裡 就是手勢嘛 它有各種手勢 那這個手勢呢 不懂得 反正記得我們上課只有一個小時 但是 各位未來有任何的喜好 目前老師 那個英字老師 公文老師都在這裡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我講的這個部分他們都也都在使用 那接下來呢 各位這兩個又是一組了 Screengrader Screenshot 這兩個都是同一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各位老師你看喔 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到說 我如果要做獎儀喔 假設一整個啊 我要把它錄下來 我要把它拍下來啊 對 怎麼做 按右鍵 有沒有記得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那個 如果你是用舊的版本的時候嘛 好 我現在就直接 以前我介紹的是Screengrader 我之前連講的時候有講過 那最近呢 我們又 呃 有多認識的這個Oson 各位你看Oson跟Screengrader 哪一個看起來比較厲害 看起來應該是Oson 好 因為 就非常厲害的Screenshot 那這個已經裝了 在哪裡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右上角 欸有沒有看到這個多好 OK 這什麼意思呢 老師 這個多麼Oson呢 你有發現我點下去有兩種 你今天是要針對你看到的來卡圖呢 還是整頁 如果我點這裡 那頁面呢 就是針對你看到的嗎 各位 太 如果你覺得太少了 我要整頁 好 那這個就不要了 那如果我要的是剛剛那個呢 因為我回去要做筆記嘛 我要知道哪一個是什麼功能 我也要想把整個都卡下來嘛 各位 再點一次 有沒有看到Culture Full page 整頁 哇 各位有沒有看到 夠大了吧 有沒有全部都卡下來了 重點來了 有沒有看到 各位 太棒了吧 你回去做筆記的人 你還可以說 哇 原來這個地方 老師剛剛有特別強調 有沒有 這裡喔 要記得把它打勾 有沒有 打完勾之後 最後呢第二個步驟 有沒有看到 立刻安裝 各位有沒有發現 很感動吧 各位記得喔 按這個按鍵喔 特別強調一下 按這個按鍵 各位可怕 大家有看到齁 好 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這個部分 還有啊 因為有一些 有些時候我們要給人家看到一些東西 可能要打一下馬賽克齁 為什麼避免有沒有 有一些真意吧 有一些卡的圖啊 有一些如果有那個臉部的部分 然後要做處理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打一下馬賽克或什麼的齁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時候是阿克推薦的 我打一下馬賽克 那你就知道說 我就不知道是誰推薦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齁 還有各種顏色 各位你會很感動 你不只是卡圖耶 卡圖直接處理 處理完了之後 知道嗎 完成嘛 完成了之後 哇各位 你可以存在你的電腦裡頭 有沒有要save 那就看到存到哪裡 可是有些人是要寄給朋友啊 比如說你今天很高興學會了這個東西 你想不想趕快告訴你的朋友 哇 所以這個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非常棒的也是temporary 你可以點一下這裡 它呢 有沒有看到 它會幫你保留在網路上面一個月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save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齁 它這時候就上傳在網路上了 它放在哪裡不用管 你只要記得它會放在網路上面一個月 你接下來有沒有看到這些連結 太棒了吧 各位 把這段連結寄給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就看到這張圖了 太osave了吧 看到各位的排名好像已經下呆了 你們試試看 你們看到這個 這一個鏡頭 各位 你們知道是在幹嘛嗎 下這裡上網的時候 你看到很精彩的東西 要跟朋友分享 有沒有 你就按這個osave就對了 那分享的時候 以前你可能都夾帶附檔對不對 你可能要把檔案下載下來 然後處理完之後 再寄件 然後寄信的時候 還要寄 你看打扮太大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還把人家的信箱塞爆 可是你看 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做法 你可以直接做這樣的圖 可以嗎 也就是我們卡好圖之後 你可以直接修改 修改完了之後 你還可以怎樣 下載下來 還可以給你的朋友 所以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的打扮 也就是你打扮太大了 他可以把他打扮太大了 我可以把他打扮太大了 幫你打扮太大了 去吧 非常棒 我可以把他打扮太大了 是我的天啊 你怎麼會打扮太大了 我可以把他打扮太大了 你怎麼會打扮太大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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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